中共不光是謊言 光是它的這些文攻武嚇 或是它的軍事演習 或許因為它發生在台海 一般的民眾感受不到 如果你沒看電視 也許你就不曉得這回事 但問題是 現在是連民視 這種大眾傳播媒體 都成為中共網軍攻擊的目標 來 余將軍 我們的民間企業 或許我們可以很快速的 三分鐘的把它排除掉 但問題是 有一些民間企業 或說有些學校 可能就沒有那樣的能力了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要 給予什麼樣的一種協助 讓避免這些中國的這些 很糟糕的這種影響力 直接進到我們的電視機前面 因為我的孩子是念資工的 我就問他說 說這個小七 還有這些看板被入侵 會不會很嚴重 那我的孩子跟我講說 他說其實 包含小七這些看板 他沒有設什麼防火牆 因為他不是機密 他不是機密 他是希望有很多的廣告商 需要有什麼廣告需求 他就可以po上來 他們可以要擴大 這些商業的這些領域 他說這不是一個機密的東西 所以說這些小粉紅知不知道 他知道 他也知道這個很好駭入 所以他就在這些 Steven啊 這些大賣場啊 一些廣告牆上 就做這些事情 這個就像什麼你知道 就像我們小時候 很愛慕一個女孩子 可是你就追不到她 就趁她去 去外面這個買東西的時候 就寫個紙條 放她書包 你說你書包裡面 有蛇一樣 讓那個女孩子看到嚇一跳 她就覺得很爽 這是低級到了極點 你知道嗎 所以這間接的讓我們知道了 其實中國這些滲透無所不在 但是電視媒體是非同小可的 對對對 這電視跟一般那種什麼小型 那個層面性又不同 沒錯 影響力也不同 他就提早曝露了他潛入的 這些後門城市 其實你不要看 他在這些包含YouTube頻道 在各大電視媒體播出 他這個後門的城市 木馬城市植入很久了 他是在非必要的時候 他把他叫出來 可是這一次呢 就表示你看 習近平面對的壓力有多大 他把他潛伏在台灣 這麼久的木馬城市都破漏 你一破漏 我們就破解了 就知道哪裡 哪裡是有問題的 就破解 他已經潛伏了多久 可是為了要讓習近平施壓 那個壓力釋放 讓整體裡面炸鍋的 那個內部的壓力釋放 他把他壓箱寶都拿出來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不是壞事 我們每次遇到地震 你假如遇到地震 氣象局就說 大家不要緊慌 這是正常的能量釋放 這也一樣 我告訴你 這種事情 就是正常的能量釋放 讓我們的國安當局 讓我們所有的商業的網站 還有這些網路 事先知道了他的問題 如果你看 如果沒有這一次 等到真正關鍵的時候 砰一個爆開 大家會緊張 因為現在大家 把他當笑話 當笑話 大家當笑話看 因為這一次的整個飛彈演習 沒有引起我們的驚慌 那你看 如果他這個應該留到什麼時候 留到真正的讓台灣驚慌了 很緊張了 你看在PO出來 這不得了 大家如果是 我說現在大家很驚慌 到小七 到這些大賣場去買東西 突然間一看 中國要打過來 會更緊張 可是現在大家把他當笑話 所以他潛伏了這麼久的木馬城市 最後的效果 居然是個笑話 不過國安機構還有所有的網路防火牆 現在我們都在強化 因為我們知道連這麼低節他都要做 連一般的YouTube的頻道 一些播出的媒體 一些大的平台 他都要滲入都要滲透 這為什麼 就是我講 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大家相信中國 認為他不是一個入侵 不是一個暴力 不是一個產無人道的國家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一些設施 都買他的 所以我在軍中以前採購的時候 國防會有一條規定 所有的器材 包含割草機 你知道嗎 我們在地下割草機 那個牛精神都不可以大陸的 都不可以是大陸產的 有一次就是因為 那很便宜 因為差價很多嘛 台灣或是美國進口的 日本進口貴 所以他就買了 大陸進口的這個牛精神 最後整條撤掉不要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說 最後有點吹毛求疵 連牛精神割草都不要 現在終於知道 這中國大陸的這種滲透跟破壞 無所不入 所以各個機敏機關 現在如果你採購說 以前為什麼大陸不能 就是不能買 因為他們無時無刻 不把這些後門的這些城市 或是木碼城市 就偷偷的藏在裡面 有時候一個USB 或是一個面板 他就把它植在裡面 當你的資訊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他就開始運作 那平常不動 等到他需要 他把它叫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中國的 這個政策有多邪惡 不但邪惡還低級 所以說現在國安單位 真的要抓緊 以後所有中國大陸 機敏的這些物資 絕對不能再有任何 中國大陸的零件性 確 確